Google Chrome 浏览器 这个功能就是按右键 去找到检查的功能 然后呢 再来就习惯什么 上面这些标签 那比如说呢 特别注意 它这个标签特别注意 一个 table 一个表格 它一定是 table table这个标签 那table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什么 Tbody 不见得会有 那通常会有列 TR TR就是横向一列 TR 然后里面的储存格就是TD 一个储存格一个储存格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些资料都放在TD里面 所以如果我要抓的话 通常我要抓什么 这个TD 它的class名称 叫做什么名称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如果我要买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 我要抓的话 我可以抓按右键 键差 那我可以看到它的TD 所以我可以用TD的方式抓 然后抓的class名称是这个 它是catch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catch的话 底下有一个slide 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发现其它有关键是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就是1对2的关系 1对2 2个 2个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把这个名称把它复制 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所以 名称抓到了 有没有? 用这个名称 DIV 前面是DIV 放在DIV里面 OK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像这个按右键 检查 它是放在DIV里面 那这个的话放哪里? 右键检查 看一下 它是放在这个TD里面 所以前面是TD 后面class名称呢? 就是这个 有没有? 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来 OK 应该没问题吧? 有点像 复制贴上 而且程式真的很短 没几个 那我要什么呢? 全部的 所以把它find all就可以了 这行可以把它 找 那 等于是把信心全部抓过来 抓到Data1里面 然后呢 集齐的话呢 放在Data2里面 所以一个名称 对应Data 可是Data里面的话有 买进跟卖出 所以一对二的关系 那集齐的话呢 也是买进卖出 也是一对二 所以最后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呢 我们如果输出的话 会有一个 这个地方 输出的问题 这个地方 你可以发现 我把它print 如果用LEN来算的话 这个的LEN LEN 这个里面的长度 会跟什么? 我print的这个 跟另外一个LEN Data1 或Data2 这个是Data1 其实Data1跟Data2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 Data2 我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一个是19 38 38 刚好两倍 那我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什么? 输出一个名称 然后就两个 什么? 现金买入卖出 集齐买入卖出 所以要怎么刚刚好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当然方法很多 那我就想了一招 因为其实说真的 要怎么刚刚好输出 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就把它分析了一下 我就用Excel来分析 要怎么分析呢? 其实我有时候 想程式逻辑 会用眼见为平的方式 因为你会发现它0的时候 index为0的时候 它也是0 也是0跟1 那当它为1的时候 它的index就是2跟3 当它为2的时候 它就是4 5 所以如果要输出 这边的值的话 它跟它的关系是多少 是不是把它的index乘以2 比较好 0乘以2还是0 1乘以2 变2 2乘以2 变4 那后面这个值呢 刚好怎么样 乘以2再把它加1 有没有 不就OK了 那这个是我想出来最简单的方法 但你们也可以用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规则吧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print出来 而且正确的话 那我这边就想了一个方法 这个print就可以把它删掉 那我就想 第一个呢 先把所有的栏位名称print print 跟着币别 现金买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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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什么 for each 当然你可以 for range也可以 for range 0到总长度 那以哪个总长度呢 是9个嘛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输出什么 总共有5个栏位 所以5个大瓜五 这个我讲过for make的最简单 然后呢 那就是先把什么呢 把名称放到里面去 这个没问题 那可是要放 第一个是现金买入对 所以现金买入的index 就是乘以 把i的乘以2 就我刚刚讲的 那后面这个的话呢 就把它乘以2之后再加1 那一样的道理 data2的话也是乘以2 然后乘以2加1 用这个方法 所以之前有同学不了解说 是为什么你这样写 我把它执行给大家看一下 资金会不会ok呢 理论上应该是ok的 所以你会发现 资金看到没有 先输出名称 再输出什么 现金的买入卖出 买入卖出 就刚刚好 ok 所以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我跟各位讲 不是只有这个方法可以完成 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欢迎可以告诉我一下 这个是我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我还特别怕同学看不懂 所以我还在这边画个表 这个跟这个的关系是乘以2 这边是乘以2 这边是2 乘以2之后怎么样 再加1 这个也一样 乘以2 2加1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这个输出的结果不是说只有输出到我们的画面而已 还是希望怎么样 把它存成一个CSV档的话 怎么做 有没有 那你如果没有把它存起来 那下一次又要再执行一次很麻烦 不过最好 你可以想想看 刚才把它丢到资料库算了 不过资料库的话也可以想想看怎么做 如果要存成CSV的话 我这边也有一个存成CSV的程式 那做法的话 大家一起讲一下好了 因为其实程式也并不多 主要的话呢 只把 给 back到前面 贴在这边 那这里的话主要是 增加一个变数 加S 这个S的变数是自串变数 它是一直串 反正先串什么 先串这个 币别的五个栏位 再加一个 换行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跑回圈 跑回圈的之后的话呢 一样吧 把上面的事情再做一次吧 等于是说呢 多一个什么换行 有没有 每一个输出多一个换行 然后再把资料呢 放放放放放 全部串在S之后的话 最后的话呢 开一个档案 叫range.csv 然后关键地方的话 就是w模式 写出去吧 然后呢 最后的话记得把s 有没有 fw.write 把它写到哪里呢 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 ok 所以这边的话 资金给各位看 资金 那这个时候 它如果没有 没有讯息出现的话 最后记得你要按右键 把它refresh一下 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才会出现那个叫range.csv 如果没有出现 记得在这边按右键 refresh 看一下 有时候你在这边按 好像它没反应 在这边按就ok refresh 然后 有没有一个叫range 在这里 所以这个出现了 点两下 一次要打开 ok了 有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下载之后 假如说你要输出成csv 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所以爬完之后的这样 你当然可以输出成csv 之后也许可以再给vba接手 来做后续动作 也ok了 比如说爬从 现在看起来 python这部分还是比较强一些 比较简单 可是问题后续如果你处理 好像vba 比较简单的话 那你可以输出成csv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程式我是放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 第十二十三页的部分 各位可以再自行参考一下 十二十三页的部分